另外呢还有很多国际之间的大事 现在赶快把时间交给特报主播阵容咯 好大家午安 全球现场我们先带你来关注的是 今天的国际投票大事 就是大陆的全国人大在今天早上9点钟 举行了全体的第4次会议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他提名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 作为国务院的总理人选 并且获得出席的人大代表同意 以2936票通过成为中国大陆的国务院 新任总理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 任命李强同志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画面上也可以看到了 当司宜宣布李强当选之后 他就站起来向在场的其他人鞠躬致意 接着他也跟习近平握手 更跟这个即将要卸任的总理李克强来握手 也被视为是新旧交替历史性的一刻 当然之后也将正式开启新的习离体制的新时代 好63岁的李强呢 现在毫无悬念的当选了中国大陆的新任国务院总理 他曾经是习近平的高级助手 那么曾经在上海这边担任过市委书记 也有在江苏还有浙江等等的经济重要大省出任过要职 上任之后当然国际间最期待他的 就是他的经济发展的策略 不过呢外界也分析说 李强上任之后将会面临到非常多的课题 包括了大陆内政经济的部分 因为现在大陆的经济是放缓的状况 那么全球出口需求疲弱 再加上中美贸易大战关税 不断的对华关税不断上调 还有劳动力萎缩跟人口老化生育率等等的问题 都得要面对 除此之外呢 他要面对的是习近平的国有的这个企业为主的 经济发展的主要路线 不过其实李强呢 他比较被人质疑的就是他过去 比较没有这个中央部会首长的任职经验 因此呢 他的未来的施政能力 当然也是备受瞩目的 同时在今天的人大会议上面 也选出了军委会的副主席 除了72岁的张又霞 他留任之外呢 另外这一位65岁的何卫东 他也出任了军委会的副主席 好 带你来摇解一下他的背景 65岁的何卫东呢 其实他本来应该是要退役的 过去他的带兵的方式是比较严厉的 那性格也比较票汉文明 他本来是在西部战区这边来服务 但是过去呢 去年习近平就特地把他选为解放军 东部战区的司令 并且还晋升为上将 好 其实这个东部战区呢 对我们台湾来说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他是负责台海的整个战略的部署的主攻部队 那么何卫东呢 他在任内负责的就是规划作战计划 还有训练作业 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众议院的前议长裴洛西访台 后续就引发了解放军东部战区一系列对台恫吓的围倒军演 当时其实就是何卫东他设计整个作战的计划的这个基础上面来执行整个军演 那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呢 他其实也被入选为政治局的常委 现在成为了新一任的军委副主席 其实也反映出习近平的这个新的任期 当然对台政策也会是重中之重 好我们继续看到说到这个对台政策呢 这个人你也必须要了解 他是呢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王沪宁 他也确认出任这个全国政协主席一职 其实呢未来他也会担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实际上负责的就是对台工作 过去他曾经也是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院的这个主任 是当代中共理论的第一人 那么日前呢他也在参加人大代表团审议的时候 他就发表了最新的涉台谈话 强调的是九二共识 日后也会持续推动统一 那么另外来看到这个是场边的花絮 这是昨天呢在投票的现场 被媒体捕捉到中共的三大高层 包括了习近平还有现任的国务院 现在即将要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跟王沪宁三个人交谈很热络的画面 也成为了一个焦点 那么两会呢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下个礼拜一十三号即将要闭幕 到时候呢李强也会发表他 进行他首场面对记者的谈话 也会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那么现在呢大陆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在8号的时候在人大进行工作报告当中 他就提到了有几名因为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的犯罪分子 其中都是台湾人 好这一位呢是被认为是台谍 他是师大退休的教授 施政平跟屏东方辽乡的顾问李梦居都在他点名当中 施政平他是台师大的退休教授 那大陆官方就指出他们是为台湾的情报部门来搜情资 还有套取大陆内部的文件 而另外呢李梦居他则是以间谍罪遭大陆判刑 一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国台办去年四月的时候就表示 李梦居他已经俯满刑期了 但现在还持续被关主要就是在服这个附加的刑期 好再来关注的是美国可能会有另一场的金融风暴吗 现在其实外资都在关注 因为呢美国主要是提供科技融资的这个重要的矽股银行 传出了经营的危机 母公司矽盈出现巨额的亏损 并且出售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的证券 还有普通股等等 当然引发了市场的恐慌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在美东时间三月十号的时候就在国会作证 他说他密切关注性的状况 同时他也非常的忧心 呼吁国会要重视即将引爆的美国债务违约的危机 那你也知道我提供了 我提供了要求约的关注 或是继续的金融 从1789年 美国策略的金融 美国策略的金融 而且它必须要做的 所以 我认为注意と、与下紀元分的成果的考虑会成为 發展的 olyyいうこと 传扇 我们 topsán 一对事 感受到你 谢谢 Thank you. In the coming weeks, prioritization is simply not paying all of the government's bills when they come due. That is something we have never done since 1789. And that really is just default by another name.